而再来看到的是慈激大学传播学系第20届毕业成果展在花莲场的部分 12月13号到15号在慈激大学大爱楼的一楼展出 那么今年毕业学生是以全员为主题 象征着水流的源头 展出了平面杂志、广播、摄影、行销等四大主题 充分展现了年轻人的创意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慈激大学传播学系第20届毕业成果展花莲场 12月13号到15号在慈激大学大爱楼一楼展出 今年以全员为主题象征着水流的源头 展出了平面杂志、广播、摄影、行销等四大主题 我们这次毕业的主题叫做全员 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从109年进来入学的 然后从那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是疫情 所以我们经历了大概三年左右的线上上课 然后所以在这期间当中我们会对于 实体上课这件事情 似乎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陌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壁展做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班上每一位同学 很像是小小小小的溪流 然后会汇聚成在一起变成一片可能大海也好 或是象征有生命力的泉源这样子 然后主题总共有分成四个大象 然后像我自己的是水文是做像是平面摄影的 然后还有分后面有一些流影 流影是做影片或者是摄影器材的纪录片这样子 然后也有像是圆栋 他们是做关于行销方面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那边是做像是做Podcast 跟就是录广播的 所以我们总共分了四大类群 指导老师廖志宏表示 疫情造成这些同学的学习模式大大改变 但也因为疫情的限制反而开启新的传播方式 第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像我们传播来讲的话 因为通常我们得去拍摄 得去做一些相关的实地的这个访查 或是说去取得这个实际的资料 但是在那一段疫情的期间里面 在课堂上面其实即便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比如说作业 他们都没有办法实际的去执行 但是又衍生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知道说 那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透过社群媒体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成品 所以其实这边有蛮多的这个作品 他们都作品做出来之后 他们都自己都会去知道说 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社群的媒体下去做宣传 所以这也是另类的另外一种 他们衍生出来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传播的一个管道 这一届共有42位毕业生 推出了27组壁展作品 主题五花八门 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温度与情感 也充分展现了年轻人的创意和创新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餐馆欣赏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